闪言见李世民面色依旧平静,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满,而这里的每个人都有道德的羁绊,会不会同意倒还在其次,就把他们把他当作疯子。 再三衡量,闪言认为自己上次剖桑城他们都视为神迹,这次要劝说应当也有希望成功,便继续道。 表面看不出死因,如果想知道需要解剖。 众人果然如阮炎之前所想象的那样,个个都满脸严肃,何司正看向李世民。 圣上,您看这。 倘若是魏征张玄素之流,恐怕早就吹胡子瞪眼的强烈反对了,并且肯定要引经据顶地把阮炎骂得体无完服。 但和四正不同,他还是维持自己的一贯处事风格,好的事都往自己身上揽,不好的事都向别人身上推。 圣上,其实解剖尸体与围杀的过程中,必定经历了一些事情,而这些事情绝大部分都会如实地反映在尸体上。 这是冤死之人想要对世人诉说的话,况且我们只是打开来看看,儿后在河上并不会割掉一块皮肉,活人疗伤并无不同。 李世民审视的目光停留在阮炎身上,令人颇有压迫感,阮炎只是面无表情的低下头。 店内一片沉默,久久,李世民才收回目光,道。 此事容后再说。 就大唐的验尸水平来说,闪炎验出的结果已经超出了所有武作的水平,但是对于破案来说还是太少。 和四正不敢劝李世民同意解剖,只好追问阮炎道。 县良夫人只验出这么多,上回下官记得,夫人曾根据伤痕推论受伤时的姿势和具体时间,不知这次…… 闪炎看向她,目光沉冷,声音平平地倒。 我不是说了吗?怀疑她是被遗失。 既然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,说明凶手做了伪,言之伤痕未曾做伪。 上次推论呢,是因为我是受害人,深知事情的前因后果,自然能想办法推翻别人的家伙。 这次还请恕我无能为力,能确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。 和四正感受到了阮炎的沉怒,她害怕得罪萧送,但更害怕被这件事情牵连。 倘若一个处理不好,她得赔上全族的性命,于是她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问。 呃,太子中树子身上没有致命伤口吗?有可能是太过隐蔽,因此不容易发觉。 一点也不隐蔽,闪炎早就发觉了,只是她不想说。 把尸体脸了,都散了吧? 李世民皱着眉,看了地上的尸体一眼,起身出去。 众人躬身相送,李世民走到门口,顿住脚步,回过头来道。 今日的事情,谁敢透露出去一个字,还能反罪处置。 众人心中一领,立刻齐声道。 是。 是,是。 闪炎和刘青松双双松了口气,验过一次,应该不会再招验第二次吧。 刘青松抬袖擦了擦满头大汗,斩头笑眯眯地对何思政道。 思政这回的举荐之恩,在下与县良夫人,民看虎内。 太夫人常教育我们,做人要厚道。 改日我们定会投桃报李,下回啊,您若是有什么事儿,尽管同我们说。 嘿嘿,看我落井下石。 刘青松笑得没心没肺,实则满肚子怨念。 和四郑拱手笑道。 刘依成客气了,圣上会重用两位的,全来两位身怀此计。 我也不过是举手之劳,顺嘴一提,哪敢求回报啊。 闪言冷冷地瞥了和四郑一眼,转身出门。 刘青松微一失礼,也随着走了出去。 哎,四郑,县良夫人好像记和上您了。 旁边一名年轻的官员小声道,和四郑轻哼了一声。 哼,夸天理下。 旁边的几名官员听着他眉头眉尾的一句话,不禁响如飞飞。 莫飞说的是刘依成和县良夫人有瓜田理下之嫌。 这实在不能令人信服呀。 刘青松和萧松比起来,差得不止一点半点。 就算县良夫人红杏出墙,换换口味,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吧。 不过,这种事情谁知道呢? 兴许人家就好这口。 闪言和刘青松已然快走到宫门口,自是不知道何四郑一句话就两人抹黑。 闪言不过是不高兴而已,他这就紧接着咬上一口。 谁被无缘无故地牵扯进这种事情里,还能欣然接受呢? 即便闪言和刘青松不表现出来,何四郑也绝对不会以为他们会任由搓扁柔缘。 所以说,被小人惦记是无望之灾。 我原以为,这个何四郑至少是个有些心胸之人。 没想到,如此卑鄙,闪言觉得自己心里学学的还是太差了。 何四郑之前表现的的确还算正常,向圣上禀报他救桑臣之事,他觉得不过是想以此邀功,获得圣上的另眼相待。 求荣不是可耻的事情,况且闪言也因此得到重用,所以并未计较。 但这一回,他是将此人看透了,根本就是个毫无节操可言的卑鄙小人。 何四郑上面还有大理寺卿,大理寺少卿,但其实他们都是不负责破案。 无论是大理寺卿还是刑部尚书,主要负责的还是完善管理律法以及监督全国律法的实施。 另外,唐朝实行三副审的制度,地方上的一个死刑案件需要经过刑部、大理寺、御史台三司核准之后才能确定。 而大理寺政是时机负责审案的最高官员,就这个素质多多少少让染颜难以置信。 这样的人,有公正可言吗? 一码归一码,朝中为官的,哪个没有自己的算盘? 他做私政这么多年,都没出过披露,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 刘青松把他恨上了,所以才会理智衡量对手的能力。 闪言不作声,算是默认了刘青松的话。 两人闷头在取经上行走,正要转弯的时候,却发现太监钟睿正等在那边。 见到二人微微躬身道。 见梁夫人,刘一成,圣上召见。 闪言和刘青松争住,钟睿见状,与其柔和的道。 圣上心中十分在意此案,有些话不方便在人前敞开了说,所以才会二次召见。 多谢提点。 闪言道了声谢,皇上有诏,哪有人拒绝的余地。 钟睿客气了一句,便领着两人走偏僻的小径,到了一座阁楼前。 闪言微微抬头,匾额上写了三个颇有禅意的字,扶尘静。 二位请进吧。 钟睿站在了门前,看样子并不打算进去。 闪言与刘青松垂着头走了进去,唐代不会动不动就跪。 君臣关系相对于清朝来说,相处要自然一些。 虽然目光不能随便乱瞟,但抬头看着皇帝是很正常的事情。 屋内,除了李世民和他们两个,没有第四个人。 李世民面色如常,正坐在挤前喝茶。 参见圣上。 闪言与刘青松施礼道。 严理,坐吧。 李世民随口道。 闪言与刘青松在席上坐下。 李世民放下茶盏,目光平淡地看向二人,道。 现良夫人将掩饰情况详细到来。 此事仅有朕一人知道,不必担心后顾之忧。 饶师阮言一关镇定,脊背上也陡然渗出一片汗水。 这件事情不需要衡量了。 既然李世民已经发现他的隐瞒,并且替他解决了后顾之忧,绝不能二次隐瞒。 闪言确信,李世民不懂厌世之事。 他发觉他隐瞒,恐怕还是从他的言行举止上。 他不善伪装,瞒不过李世民这种人实属正常。 是,妾家有子女,本不愿牵扯此事,因此有所隐瞒。 妾夫人之见,请圣上恕罪。 闪言公身请罪,这事可大可小,李世民不计较就什么事都没有。 倘若计较,论个欺君之罪也是寻常的。 李世民原本对冉言厌世的事情本就是很吃惊。 现在看着他的表现,心中更差异了。 别人被九五之尊拆穿欺君之事,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。 眼前这女子却依旧如以贪无波的水,沉静淡然。 说话也算是比较有技巧。 但凡贤明的君主多多少少都有些稀才,李世民由甚。 纵然她心里对一个小娘子有如此厌世之术十分疑惑,但冲着冉言这份冷静,再加之,她现在为太子之事头疼,根本不予追究。 于是,只淡淡道。 说厌世结果吧。 冉言心之暂时安全,心中稍安,便道。 依照妾的猜测,被害者是猝死,而造成她死亡的罪魁祸首,不是背部的伤口。 而是,腰臀那里几个不起眼的瘀伤。 哦。 李世民心中不信,他年轻时是在战场上滚打出来的,哪个没有受过皮肉伤。 在他看来,那个太子中树子身上所受的伤虽然很严重,却不至于死亡。 更别提几个没有破皮的瘀伤了,染颜症头疼。 这其实对于一个有经验的法医来说不难猜测。 但如果想解释给一个不懂现代医学的古人听,纵使李世民再智慧,染颜也没有多大把握,能令他信服。 所以,求助地转向刘青松。 刘怡成,请你解释一下写生身子吧。 刘青松恍然,经过染颜这么一说,他也明白了太子中树子的死因了。 他在这里待得久,对于大唐人的思维方式了解较深,并且比染颜能扯得多了。 回禀圣场,我们人体内分经脉和血脉。 心脏跳动,让血脉流动起来,人才能活。 正常人的血脉中是畅通糊粗的,一旦有东西堵住了血脉,尤其是堵住心脏附近的血脉。 致使血不能顺畅的流通,就会导致人突然间死亡。 刘青松尽量简化语言,把一切医学名词全部都深入浅出,说得十分通俗,总算八九不离十。 他顿了一下,给李世民几夕的理解时间,见他没有任何迷惑不解,便继续道。 而用力击打人体,不仅仅会对皮肉造成损伤,重击亦会令里面的血脉有损伤。 就像我们外面受伤结痂,家过一段时间就会脱落,而血脉里面脱落的家随着血脉流动,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。 最终堵住重要血脉,导致某个时间突然死亡。 软眼满心诧异地看着他,生怕李世民会多想,所以面上不敢流落一丝一样,心里却不得不感叹,刘青松可真是太能吹了。 不过,现实的情形虽然不是这样,但明显刘青松这个说法更容易让普通人理解。 闪眼就全当他是在比喻了。 其实,真实的情况是,血栓栓子一般会出现于下肢的深层静脉。 如果身体的下肢受到了暴力反复的打击,被打击部位的静脉就会受到外力的挤措。 静脉上的内皮细胞就有可能坏似脱落,情况也正如刘青松说的那样。 经过血流的反复摩擦,坏死细胞就会形成栓子。 当栓子形成脱落后,他顺着人体血液循环的路径,通过下腔静脉进入到右心房,再到右心室。 当栓子到了右心再通过右心到达肺动脉时,他的通道越来越窄,最终堵住肺动脉。 其后果不言而语,闪言接着刘青松的话道,这一点只是切的猜测,如果想证实就只能解剖。 而懂得这方面的人,可以说全大堂没有几个,得不到广泛的认可,即便解剖了,恐怕也不能作为证据。 李世民看向然言,这话听起来很狂妄,但他从他的神态中看到的并不是狂妄。 而是严肃认真,让人觉得,这些话没有一丝夸大的成分。 而事实也正如冉言所说,他从来不是个夸大其词的人。 在后世,这些东西也不被普通人所了解,但后世的医学已经发展到某一高度。 这些知识是医学界的共识,并且后世具有庞大的医学体系和一系列规范的制度,所以这个能被当作判刑的证据。 但在大唐,就阮言和刘青松两个人懂,总不能他们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。 但寻常人只一两次被中击,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不大。 阮言看见李世民面上掩不住的惊恶,顿了顿才诱到。 嗯,就切观察尸体腰部和臀部的愈痕来看,很有可能是被害人生前长期遭到木制顿气暴打。 太子中庶子被长期虐打,谁敢长期虐打朝廷官员? 结果已经呼之欲出了。 李世民身上的怒气顿起,煞事间笼罩了整间屋子。 阮言明明看他静静地坐着,却不知怎的感觉那怒气像是狂龙怒吼一般令人胆战心惊。 许多年,他许多年没有动过这样的怒气了。 哼,李世民脸色发黑,猛地一掌拍到几面。 哼,朕要亲自观看。 阮言和刘青松满面惊讶,看着李世民咬牙切齿的模样,阮言忽然明白了一个父亲的痛心疾首。 城前不仅仅是个宫殿名字,有哪个父亲会随随便便地用出生地名命名自己的嫡长子? 城仔乾坤,因为有这一层含义,又恰巧出生在城前殿,所以才会选择与宫殿同名吧。 单单看这个名字,便知道李世民在李城前身上寄予厚望,但希望有多大,失望就有多深。 解剖就解剖吧,就当是受课了,但想让不懂的人能看明白,阮言还真是没有多大信心。 你们先回去吧,这令人安排解剖师弟的时间。 李世民怒过之后,略露出一丝疲态,他扬声道, 钟睿 老奴在 钟睿立刻推门进来 带新娘夫人和刘怡成出宫 李世民道 是 钟睿道 闪眼看了一眼这个略显沧桑的一带帝王,闭着眼斜靠在壶床靠背上,显得那样落寞孤寂 他起身和刘青松一起随着钟睿出门 宫内虽然纷繁复杂,各种势力都集中在此,但李世民想要瞒着他们干点什么,还真就没有人能够发现。 钟睿带着两人走了一路,竟是连一个人影都不曾遇见,一路顺利地到达了长老门附近。 两位随着内殿引出宫吧,老奴回去复命了。 钟睿道 闪眼和刘青松道了谢,转身才看见宫门前果然有个宦官在等待。 到这里一切都正常了,就如他们原本就是随着内殿引出宫一样,只是稍微迟了那么一会儿。 直到坐上马车,闪眼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全部都湿了。 经过这一遭,闪眼总算明白了什么叫做半君如半虎,尤其是伴着一个精明的虎,更容不得有一丝错处。 他也越发地理解销售,在朝堂上,精明圆滑之人活得长久,而且能够兼顾家族。 直言刚正之人活得肆意洒脱,但他们需得有把自己的脑袋甚至全家人的脑袋都别在腰带上的觉悟。 幸而,李世民不是个性情反复的人,心胸也开阔。 在秦以后,除了大唐,除了贞观之士,还有哪朝哪代能容得下魏征,张悬素之流。 闪眼,你可吓死我了! 刘青松坐在车上,很久才找回魂。 居然敢那么跟皇上说话? 我说,然女士,你是不是淡定得过分了点? 贱臣敢顶撞皇上,是因为他们占了礼,占了道义,才有胆斥责皇上。 闪眼风采可不同,他是欺瞒皇上被人给拆穿了。 闪眼紧张之后,浑身都像卸去力气一般,懒懒地看了他一眼。 根据心理学分析,长期处于高位的人呢,会觉得通过其能力和手段得到石花更加可信, 并且更容易生出成就感。 相反,若让他觉得,你言辞中依旧有虚假成分,这才是侮辱。 换而言之,第一次小小的隐瞒被李世民看穿了之后,他虽然会因为欺骗而不高兴。 但既然,他私下召见询问案情,说明这点不高兴并没有到了让他动怒的地步。 如果在他的威严之下,还继续欺骗,那会让他认为,只是对他威严的挑战,才真正是一种侮辱。 本章播讲完毕,欢迎订阅。